这个病毒病菌 它是飘在空气当中 甚至在物体表面上 所以你所谓的 你去喷这些消毒的东西 你不可能每一秒钟在做 但是你的呼吸 是每一秒钟在产生 所以我们才说 接下来我们的生活 要跟病毒共存 你说你家最安全的 对 因为我家有这个设备 美国NASA 所以能够让你的 每一口呼吸都是安全无力的 你不要看它小小台 它可以用三道食品的空间 那这也是美国NASA最好的技术 也是这个林博士跟美国 我们研究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才把它研发出来 核心的技术叫光氢化离子 它就是一个蜂巢式的结构 中央是一支紫外线灯管 透过这样的坡长 把蜂巢式上面 coating五种特殊的金属 经过紫外线灯的照射 可以把空气中的水氢氧 在瞬间转换成光氢化离子 直接扩散在室内空间 哪怕是物体的表面 哪怕是在空气中 你打个喷嚏 那个病毒在空中 就会瞬间跟它结合 就把它消灭掉 病毒是不断的变种 那变种之后呢 我们用光氢化离子 去兼灭它的 眼里是一样的 所以经过美国P4实验室 这么多年的检验 证明它的这个去除力 都可以达到99.9% 随身攜带非常方便 你跟一个行动电源一叉 只要看到有立灯 就是已经正式启动了 不用按按键 都不用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要你 持续使用 维持在那个空间 有一定的光氢化离子的浓度 它是24小时帮你保密的 所以我一般在家里面用 我一年365天都不会把它拔掉 你是说在家里的话 我们就擦了那个豆腐头 豆腐头直接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在外面的话 就用行动电源就可以 是 像我现在搭高铁 搭那个客运 我直接就插着行动电源 放在座位旁边 所以它就保护你自己 特别是你假如每天是开车的 放在车上 哪怕你是要回家 站车上20分钟 就是把自己全身的续菌病毒 整个进化 对 进化掉 你回去家里就安全了 途中有人坐进来 他一进来全身啊 呼吸出来的空气啊 都已经被这个光级纳纸 把病毒给剑灭掉了 所以我们如果在自己的房间 卧室里面放一个24小时 然后客厅放一个 是 其实大家彼此都防护好了 没错 而且我们这个还有所谓的 实验室的一个数据 而且是经过 美国国务卿办公室所开出的认证 美国国务卿耶 再来是经过美国 驻美办事处的认证 我们现在是把军事的 到我们所谓的商业的 到居家的 甚至再把它缩小 改版变成是可以跟着 随时移动的防护神器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就是说 保密要自己来 你自己把命保护好 才能照顾到其他周遭的人 所以选择好的防护设备 是非常关键的